刚才我们有提到log.d的用法 log.d的用法就是我们可以丢到log的这边来 一般我们做测试的时候会这样用 刚才是我们定义了一个名字 Field Name 另外我们是透过Tag来抓的 所以我们应该定义 像这两个都是 这个名称是显示在这上面的 那这个名称是要跟这个名字对上的 所以他会去抓 因为所有的讯息很多 那我们可以去抓debug的讯息 这边要选debug 那我们run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一次一次的讯息 都会把它记录到这边 所以刚才我测试的结果 是我测试点第一个跟第三个 所以第一个为处 然后第三个为处 0123 0跟3为处 其他为false 好 那我们记录这一个的 处跟false是用一个阵列 那我们真正要得到的是这个 对应 对应上去的值 所以因此我们原本用的 for each的回圈在这边不能用 因为我要知道的是这个index的值 这里的index的值要对上这边index的值 那for each的话它是没有index的 所以我们这一段要把for回圈要把它改写掉 因此我先把它mark起来 等一下再把它删掉 那我把它mark起来 这个是for each回圈 现在我要把它改成for回圈 for回圈 那for回圈的话我们要跑一个 index 那它只从0开始 然后i是小于 i是小于整个的这个阵列的长度 因此这两个阵列长度是一样的 12345 12345是对上的 所以你用s1或b1的长度都可以 我们用s1的长度 s1点 它的长度是lens 然后分号 来加加 因此每次跑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的字串把它储存起来 所以我们原本有一个字串叫sb sb sb 我每次加等于 每次把它累进来 那这个时候要用s1的index i 那每用完一次以后 我们 每用完一次以后 我们要储存 要把它 加上一个 换行 所以是斜线N 然后分号结束 好 这整个我们可以把它丢出来sb 看看或是 在 在这个 toaster的地方把它看 看到我们 所选出来的内容如何 让我们乱 好 乱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得到 目前我们进来点选第一个跟第二个确认 确认完了以后 它应该会秀出 我们 我们 我们的 刚才秀出来的是所有的值 因为我们没有去做 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判定 所以一二三四四个 一二三四五五个都 都把它秀出来 所以我们这边要加一个判断 嗯 我们加一个判断式 这个判断式就是 等到如果为处的时候才进来if 所以我们刚才的b1 b1 b1的i的变数 它如果为处的时候 我们才进来做 做这边的选项 那不然的话就不进来 所以因此我们多的这个判断式 那我们再执行看看 那我们直接 浪一下 点减进来以后 我们选第二个 还有这两个确定 所以这两个应该要把它秀在这边 那这 这边 这两行就是做测试的 那这两行 这个已经不需要用到 所以我把它删掉 整理一下程式码 那 好 那 那 那这两行其实它是丢出来让我们看的 那目前 呃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mark起来 或把它删掉 那这个 呃 UI上面并不会显示 所以这个有没有删 其实不重要 所以我们把这个 所以我一般测试的时候 会用log.d的方式 来看它秀出来的自算 对不对 所以 log.d的 秀出来的 呃 嗯 因为 因为 我们这边是 log.d sb 好 这个 接着 我们要把这个sb sb 底下的layout 底下的main activity 底下的main activity 没有 因此这边还会有一个 呃 原本的 原本的值 所以 tester1 tester1 那tester1 他是宣告成 上面的 所以这整个应该可以取得到 所以我们在这边 呃 整个 整个for回圈跑完以后 我应该要把讯息 丢到 丢到 呃 tester1 里面 所以他的 呃 tes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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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tester set tester set tester 这里面 我们直接可以放sb 那只不过 这样子 前面他原本的 点餐的 点餐的讯息 就会不见 所以我们要 再呼叫一遍 tester1 先把他的值 tester1 点tax tester1.tax tester1.tax tester1gettax 我们取得他的gettax 得到他的值 這個值我們要加上 加上換行 因此我們 這邊 加上一個換行 斜線N 加上一個換行再加上一個 SB 就把它鋪開 所以這個就不用了 所以 呃 但是 每次進來的時候我們應該把 原來的值先清空 然後再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應該先做一遍 set the text get the text 這件事 不然他下一次進來的值會 繼續累 累加進來 所以我們這個先把他的值取出來 然後把他 set的進來 也就是把他清除掉 的意思 所以我們再run一遍 看run的結果 當我們進入點餐以後 假設我們點入第一個 跟最後一個 然後確認 所以他這邊就會有 第一個 跟 最後一個的值 當我們在按進來的時候 他這個值 是可以修改的 因此我們 點中間三個 確認 所以我們會得到 這個值 那這邊有一點 有點問題 我們要 找一下問題 這個值並沒有把他清掉 所以我們應該要 要把他的值清掉 set the text set the text 等於 應該要 然後把s2的 自串的值 把他放進來 所以 0點的餐點 這個把他放進來 托比進來 所以把他放到這裡 我們這邊可以直接引用 直接getResources get get s2 用這邊 前面所用過的 getResources get get s2 看看 所以這邊 這邊就 用這個來取代 然後我們再弄一遍 弄起來以後 看我們進入點餐以後 點選第1個 第3個 確認 所以 1跟3 然後我們再按進來以後 如果我們把這兩個取掉掉 變成 2跟4 確認 所以這邊 2跟4 這樣子就完成 我們這一題 我們先進去 然後我們再按進去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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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